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连热水都没有 还要自己亲自去烧 在剧组里面 看青子穿的服装都是主演们挑剩下的 而且工作人员经常以看青子身材好为由 要求看青子去穿一些暴露的服装 虽然说看青子非常的不愿意 但是却也无可奈何 聊起这段阴暗的时光时 看青子说也有过一些温暖的 例如他在和何润东拍戏的时候 那部剧里面和润东是男一套 而自己只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小配角 大冬天看青子还穿着小短裙儿 也没人管他冷不倒 这一幕被何润东看到以后 何润东将自己的羽绒服通过助理送给了看青子 可以说这件事让看青子觉得非常的感动 一直到现在都记忆留神 虽然后来看青子火了 但看青子却很清楚 每一个演员在新人时期是多么的不容易 即使他现在有名气了 依然也会非常照顾新人演员 毕竟自己曾经那么感同身受过 看完看青子的演讲后 很多人心里都觉得不舒服 真没想到平时看着还比较开朗的看青子 居然也有这样一段辛酸的往事 感谢观看